下面我们就是试试看如何用3D slicer 然后弄一个mode 比方说要打印一个老鼠的sambl holder 如何制作这个东西 然后export之后进行3D打印 那么它肯定是第一个有个boleaning operation 就是说呢 在一个box当中挖出这个老鼠的这一部分 然后另一部分就是你发现挖出之后它下面不平 所以我们要再加一个比较平的base 这样的话你export的sdl就可以3D打印了 那么下面就是看怎么实现这个过程 我先关掉它 好 那么我们有三个部分 一个部分就是那个半只老鼠的这个sdl file 这个就是从这个3D slicer当中进行segmentation得到的 然后呢 另外就是那个box 还有刚才那个base 然后我们用3D slicer打开 然后呢 我们就把把这个mouse的model拽进去 这个呢 我们弄成segmentation 这就是那一半的老鼠 一会我们要在box当中挖出这一部分做bole 运算 如果这时候你想 不要说我进入segmentation edit 我想edit的话 你发现不能操作 对吧 这时候怎么办呢 你就点这 你要选中这个东西 然后ok 你看你这时候这些东西都可以出来了 你可以对象进行boleon operation 那么这时候呢 我把box也拽进去 这个直接model就可以 好 它也进来了 那我们要进行变换 就是transformation 或者rotation 对吧 把它放在一起 那么 我就进入一个 transformation 这个model 然后呢 add a linear transform 所以呢 这是我们要 把这个box 弄到这边来 这是我们 这个意思就是说 我们要对它进行操作 你比方说 我把这 我 我弄成3d only吧 这种其他都不玩用 没意思 然后 你看 我进行这样 这样操作 对吧 我也可以进行旋转 咱们现在就 不弄一个完全的 反正就差不多就行 所以我就 因为主要是 记录一下这个怎么弄的过程 比方说我就 就这样吧 然后呢 然后下面就是说 你怎么把这个东西剪下去 对吧 你剪下去之前 你先把这个 这个下面这个box import 成一个segmentation 所以呢 我们还是要进入 segmentation 然后呢 有个 export import 那么要import models 选择这个box 然后我们就import 哎 你看它颜色变了 变成浅黄色 这就是 我们import进来了 import进来之后呢 我们有多余的数据 所以要删除它 我们进入data data当中呢 我们就可以删除这个box 还有它相应的transfer 就delete ok 这没有删除掉 因为它一开始在这 好 那么现在呢 如果我们再看segment segmentation 或者segmentation editor segmentation有两个 对吧 然后这时候 我们可以进行bullying operation了 然后呢 那么怎么bullying operation呢 我要进入segmentation editor ok 我们要从box 下面这个box当中 挖去这个老鼠 所以 选择这个box 然后 logic operation 它说 就是说 这个surface 可能就是比较粗糙 所以 为什么我们要把 就是 在后面加上一个 一个底部 对吧 你看 对吧 就这样 你看底部也不是很平滑 然后呢 我们做substraction substract这个老鼠 然后 apply 这就 完成了 完成了 你看的都有在 如果把这个 不看的的话 会这样 对吧 所以我们其实可以把这个删掉 把这个half mouse 删掉它 现在就只剩这一个了 这书 你 当然这些东西 你可以剪切它 比方说 看一下 Airland 然后 keep largest Airland apply OK 那这时候 我要export成sdl 3D打印的话 就打印不了 因为下面不平 所以你打印的时候 就比较奇怪 那么怎么办呢 我要加个 加个底在上面去 所以我要 再加一个东西拽进来 然后也是 model就可以 可以 然后我还要做变换 对吧 transform 然后linear transform 然后用在这个 base上面 然后我 这边看看 往下面走走 这边走走 我快点转一下 看是那个转的 不是这个 这个 好 咱们就先这么着 好 然后就是要export export 看一下 那个segmentation 因为 看一下export ok 然后我们放在桌面吧 然后sdl file merge into single file 这个要选中 要不选中的话 它就只export的一部分 这时候就不用 把它变成segmentation 直接就是 这是mode 这是segmentation 就可以了 然后呢 这是size 就是scale size 就是你可以把它 一倍 1.5倍 对吧 两倍 然后变换这个size 然后呢 就可以了 export export 它已经 应该已经export了 我看一下 准备有没有 ok 在这呢 那我们 我们关掉 这个 这个 slicer了 重新打开 然后把它导进去 看 是不是 下面 比较平了 就是 是不是把这个 三个东西都合并在一起了 做了这些 boleing operation之后 然后还有就是下面 倒就平平 因为我们3D打印的时候 要 holy jesus what happens 那咱们重新弄一次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然后我要打开刚才那个 base 再进行linear operation 为什么呢 fowl transform linear transform 哦,没有用到它上面去 反正插入就行了 然后我怎么把它放上去 不够 OK,假设是这样 哎,怎么不行呢 我看以前 export stl export for format export stl sense 难道要做boolean operation吗 我看一下 那我做一下不行 一做boolean operation的话 它这个底面也不平了 所以按说是应该这样 嗯 segmentation 我可以segmentation editary mute export mute segmentation export export file merge into a single file 没问题 没问题啊 segmentation 我再看看 我用这个ultimaker打开它试试 就知道了 这样就能 不用关这个 3 slicer 因为 因为最后要用 这个ultimaker 进行这个slice 然后 然后进行3d打印 对吧 shit 怎么回事儿 嗯 不对 那个底没有打进去 没有没有弄进去 它为什么没有弄进去呢 why segmentation Create new segmentation STL Export import model Export Merge into single file 看下的这个东西我得重新的搞一下 我先pause record 这回我知道怎么回事了 还是像刚才一样要走的一个过程 等一下 现在我们打开3D slicer 因为刚才 等一下 刚才我们有这个 有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叫 就是说 从这个box当中挖去了老鼠的一部分的 这个stl file 我们 import成segmentation 对就是这一部分 但是它里面不平滑 所以我们直接3D打印的话有问题 所以我们要加一个base 然后把它倒进去 这个model就可以了 然后呢我们要进行 linear transform 然后 create a new linear transform apply it to the base then ok 然后 转一下 假设 咱不能不能那么perfect 假设就这样 然后干嘛呢 然后import 这个model as segmentation 所以我们go to segmentation im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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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del 然后import 应该可以了吧 不要奇怪啊 然后我看一下 data data 当中 base linear transform 我应该没有import 进来 然后我看一下segmentation editor segmentation 哦 这 这要选这个base 然后import 对 这样就可以了 import 来之后呢 我们要 在data当中删除这个 这个东西 对呢 哈哈 再删除这个transfer 那 这时候就是说 它就是都进来了 然后delete之后 这个时候就可以了 可以export了 比方说segmentation 然后export to file 然后我们export到这个folder当中 我们确认一下 这个folder 里面什么都没有了 我们删除刚才的这个东西 然后 然后 stl merge into single file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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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port之后变成一个file 然后 visible segment segment only 然后大小是1比1 然后export 好 它已经export的这来了 然后下面就是我在这个 automaker 当中 打开 打开看一下是不是 已经就是说 放到一起了 是 是 然后呢 我 我 我先看一下 在 在这里面 在这 哎 你看它放在一块了 放在一块之后 我们把它放平了 然后 rotation 一点这个东西 哎呦 可以了 然后现在就可以3D打印 打印出来就 下面有个 有个比较平的嘛 所以就能3D打印出来 当然 当然你要 slice 然后你export 一般的 选这个 gcode就可以了 就是 你把它save掉 然后3D打印那个 那个文件就可以 OK OK Holly Holly 谢谢 谢谢 谢谢